台南市长赖行德日前因为议长李全教涉及议长会选案 宣布司法未履行之前坚决不进议会 市府官员也跟进不进议会 是议会顿时变成完全无用的监督机关 国民党及市议员林彦柱等议员也号召市民 共同控告赖行德市长跟官员独职等罪 但从今年5月8日 台南地检署受到正式刑事告发状后 至今地检署都没有开过一次调查庭 律师王可福说地检署明显违法 今年的5月8号就向台南地检署集体提出告发 可是到今天为止已经是 5月6日已经是差不多快四五个月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五个月之久了 到现在为止的一次都不开庭 这个显然是违法的事情 接受台南市民委托的律师王可福表示 地检署一直迟迟不开庭 他怀疑赖行德涉及官说 且让地检署都不着手正办 而他从事律师已经48年 他从没有看到托如此久的案件 三十几名控告赖行德的委托人怨声连连 希望司法相关单位能够注意该案件 也请市长赖行德不要丧失民心 丢了政府的形象 也证明了可能的话呢 台南这个地检署 也跟这个赖行德 受赖行德的这个官署 才有这个现象 因为我从事历史48年了 我没看到过拖这么久的 通知还没有 开庭还没有 就所以这个 现在我这个当事人 这三十几个人 验声连连 实在要请求这个 我们司法这个单局 应该要注意这件事情 不要三十道明星 这个将来对我们这个政府 这个形象 是有妨害的 虽然赖行德在第234天进议会 但也有人说是文字把他请进议会的 王可福说 虽然赖行德市长进议会了 但还是难以避免不进议会的官司 他将会继续依照委任人的意思 继续申告赖神等人的背信 独职罪 记者黄俊怀谈谈报导 请不吝点赞行德行与